大家好,我是何欣,姑,从事中医有十几年了,我呢?喜欢把自己的经历和学习的心得整理记录在本子上,有时候经常去各个社区进行公益认诊,经常跟大家讲解如何正确调理自己的健康状态,同时也收到很多反馈。 今天开始,我会每天给大家分享一些中医知识,如何走出一些误区,家长们若是有什么不懂的,都可以随时来问我,老师最擅长的就是调理宝宝体质已经给孩子补充营养这方面了,像孩子怎么吃最营养,孩子怎么吃才能长高,孩子怎么吃才能更聪明等问题,家长都可以找我,我都会无常的跟大家分享自己的方法。 材料,香菜,生姜,萝卜,冰糖,制作步骤,首先将准备好的香菜洗干净,更要留着萝卜,生姜切片,将所有的材料放进锅里,中火煮15分钟,煮好以后放进适量的冰糖,即使煮的冰糖融化就可以了。 将汤水趁热,喂给宝宝喝,味道甜丝丝的,孩子基本都不会抗拒,喝了以后哄孩子睡觉就可以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贴气牛C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